Hello 大家好 我是Neil 一年一度的伯克希尔大会又开始了 那但是今年呢就没有芒格了 因为他去世了 这十年来伯克希尔的大会呢 其实逐步逐步的开始变得有点宗教化了 那越来越多的这个中国富人阶层呢 就过去有各种这种打卡 夏令宁啊 活动啊 过去朝拜啊 结交朋友啊 整个搞得就有点像教会一样 那各种社交媒体呢 也是在报道嘛 对每一年的这个内容反复斟酌 整个会议是全程的直播 文字版各种翻译 但是其实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呢 尤其是普通投资者来讲呢 早已经没有必要通过这样的方式 去斟酌这个伯克希尔的很多细节了 如果你硬看伯克希尔的这个投资回报率 你就会发现规模上去以后呢 已经很难跑赢标普500了 更别说纳斯达克100 这不是说他投资做的不好 而是他投资做的好也不可能跑得过了 他规模太大了 那老八做什么 跟你的财富大概率是没有关系的 不管他买入还是卖出苹果也好 还是买入了日本的商社也好 还是说因为对他来讲有规模限制 导致他整体无法跑赢指数了 但是这些都跟你们没有关系 其实 那不过大屏幕前面作为普通人呢 你的财富大部分是不可能都是股权嘛 也不太能通过模仿巴菲特实现这个财富自由 那跟你财富有什么关系的是什么呢 就是是标普500呢 还是纳斯100呢 还是A股港股呢 还是中概股呢 答案可能都不是 在过去呢 我会认为一个投资者比较基准 可能是标普500 那很多投资机构也会用标普500 作为一个投资比较基准 来显示自己跑赢了这个指数 但是谁又能真正的把这个拉长的业绩 去跟标普500做比较呢 因为绝大部分的这个投资者 只要不是和指数站在一起 只要时间够长 基本都会跑输标普500 那跑输指数是不丢人的 但是拿指数去用作 当做一个普通人的比较基准 就有点不合适了 这是因为长期投资这个指数基金的门槛 有点高 那因为跑平标普500 往往就意味着你买了标普500 而且持有比较长的时间 才会产生比较有意义的复利效果 那我之前也聊过 那如果你买标普500 并且持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个事情 首先你要能接受这个指数基金的一个投资方式 它不像个股那么有吸引力 它跟大盘的涨跌是完全挂钩的 再一个你还是得经历波动 大盘跌你就跌 大盘涨你就涨 不存在什么大盘涨跌跟你没有关系的情况 所以普通人的目标应该是什么呢 普通人的投资目标应该是以利率为基准 换言之你长期跑赢利率就不错了 有人会说你要求这么低吗 就是只要跑赢基准利率就可以了吗 那如果央行把基准利率拉得很低的话 那岂不是就很容易跑赢 那首先呢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投资 如果利率太低的话 也就意味着你可以获得的无风险套利的这个工具就越来越少 对吧 那你就要选择风险更大的资产才能获得更好的回报 那你投资的福利效果又不能被随便中断 因为当你滚雪球的时候 一旦你突然停下来滚这个雪球的话 就意味着它可能没有办法滚那么大了 尤其是当这个预期回报率没有那么高的时候 那所以普通投资人去投资的时候 就很容易被这个大山拦住 因为普通投资人很容易被情绪所左右 它涨跌会影响情绪 那导致他们卖出和买入 另外呢普通人相对比富裕阶层而言呢 更容易受到需要用钱 但是钱不够用的时候 这个时候他们就会选择卖出股票 停止了这个滚雪球的行为 这个问题其实我之前是稍微有聊过的 那普通人投资呢 他需要有分红产生现金流 会减少他们因为这种尴尬的情况 而卖出股票的这个事情发生 那最后导致他们滚雪球就滚得没那么大 那其他的原因就不谈了 因为每个人都有各自的家庭原因 那第二个呢 就是普通人投资的时候呢 他并不理解 那他应该匹配什么样的策略去 对应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资金规模 那很多人会觉得说 我钱少我就应该搏一搏 单车变摩托 那尤其是在牛市出现的那个时候 大家都会很亢奋 那身边的人如果都挣钱 就你不挣钱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说服自己的 那那个时候大家都会觉得 慢慢变富有是一句扯淡的话 那从很早以前开始呢 我就一直认为这个资金的大小规模呢 和策略之间是可以脱节的 就不管你是十万一百万还是一个亿 其实投资方法都是一样的 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讲 可能情况就会有所变化 因为他们需要一些这个犯错空间 他们需要成长股的一些刺激 同时呢 尽可能要在长时间的一个范围内 让他们留下来 让他们持股 才能获得很好的福利效果 对吧 那我最近也是看了那个电影 那个第二十条之后 我才有这个感悟 就是你不能要求这个正当防卫者 过度理性 绝对理性 这是不现实的 那同样你也不能要求一个普通投资人 成为一个绝对理性的投资者 所以制定策略的时候 一定要留有犯错的空间在 所以简单来说呢 综上所述 一个普通人不能奢求 投资会让他财富自由 他也不能奢求自己 以标普500为一个比较基准 这中间需要跨过的这个门槛 是很多很多的 那有时候有一些纯被动的投资 反而会帮助你跑赢 这个至少跑赢利率 长期跑赢利率很多 比如储蓄型保险 对吧 因为你拿不出来 它强制你一直持有 你又看不到很明显的这个估值波动 同时它还有一个保险功能 绑定你 让你长期持有 所以长期下来 如果一个保险长期能跑到5%左右 那已经对普通人来讲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了 尤其是他还有分红在后面 当然你会说 这个股权投资的回报率 是要高得多的 那是啊 问题是普通人的这个 咱们就是非强制状态下 不太可能成为绝对理性的投资者 那不然你也没有必要去买保险了 对不对 如果你直接买纳斯达克500 纳斯达克100加标普500的话 其实你10到15年以后 你99.9% 是能跑赢绝大部分人的 那时间对于普通人来讲 是一种唾手可得 但是又非常稀缺的杠杆 好 这一集就聊到这里 拜拜 如果你有什么想法的话 请给我留言 再见 再见 谢谢观看